早晨,今天是2024年4月10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有大华计宪香港 研究报册律师杨允锐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Kurtis,今天大事有什么质疑? Mandy,今天都留意着 等着美国会出过CPI数据 另外,中国内地方面 都最快这几天会出过信贷数据 是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不过提提大家 我们节目踏入第二季开始 都有新面貌和大家见面 希望你继续支持我们节目 和推介给有兴趣了解股票市场的朋友收看 如果你有股票上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面 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美股上的情况 美股上的个别发展的标指和纳指 是先跌后回升的 市场观望美国今晚公布的通胀数据 美股三大指数 轻微高开后掉头向下 道指最多跌320点 之后跌幅大为收窄 收市跌9点 收报38883点 纳指收市升52点 收报16306点 标指升7点 收报5209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升1.7% 欧洲股市向下 德国股市跌幅要超过1% 焦点科技股各别发展 Tesla连升第二个交易日 上升2% Meta和Netflix都是连跌第二个交易日 Intel宣布推出升级版的人工智能晶片 较D3 运行的速度是NVIDIA H100型号芯片一倍半 Intel股价上升0.9% NVIDIA一度跌近15% 收市跌幅收窄到2% 以月托政権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普遍比本港上的收市高 京东高港股收市超过2% 美团重上100元以上 网易港股升4% ADR再比本港收市为高 比亚迪比本港上的收市高出超过1% 逼近210元 汇控比本港上的收市高出0.9% 看看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现在早段要向下 跌超过200点 报39555点 Default 0.5%左右 首义综合指数跌12点 适离普通股指数向上升38点 新西南50成份股指数也是靠稳的 升近25点 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企 现在最新是向上的 上升大概100点左右 恒指到16,950点左右的水平 又迫近17,000点 稍后对完盘 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跟进 和Curtis谈谈外围的情况 美国今晚会公布CPI数据 市场预期 3月份CPI按年的升幅 就会反弹到3.4% 2月份上升3.2% 核心CPI就会较2月份的数字 轻微回落 现在就预期6月减息时间表 即是启动减息时间表的机率 近日都在50%水平上落 昨晚就弹到56% 之前就一度跌到五成以下 还有近日联储局的官员言论 都说未必会更快减息 甚至是需要加息 看看其他大行的看法 先讲摩根大通 行政总裁Jamie Diamond 警告 美国的财政赤字 和军事冲突等的因素 造成持续的通胀压力 可能会令到美国的利率 达到8%甚至更高 而高盛就说到 減息现在他们的看法 只是选项之一 是optional的 不是mandatory 不是必须的 Curtis 我想问问 就是现在大家对减息预期的时间 启动时间 好像进一步推后 你们行有预期今年会减息多少次 近日有没有做一个调整 我们就继续看今年减息三次 6至7月有机会减息第一次息 之后再第三第四季再割减一次 近年初的时候 大家的预期本身有5至6次 现在都调整很多 我们一直都在维持三次预测 近期联储局官员出到来 不断放映 其实想管理大家的预期 尤其是市场预减息的时候 这些商品价格都炒得轻合 其实就变相令到通胀更加环固 联储局所以才有动机 这样继续放映 但上次出到来 其实鲍威尔都很肯定 他说的利率见顶和减息步伐 你见到利率点震头都很清晰 如果最近出到来的通胀数据 虽然没有大家预期回落得那么快 但如果不检注超过市场预期 以及飞浪就业数据等等的数字 都可以慢慢冷却一点 都会继续有机会年中开始减息 你见到现在的利率期货反映 其实6月份减息的机会 还接近六成左右 对了 如果减息预期就像你们所说 还有三次的话 其实现在市场推迟 觉得启动减息的时间 你觉得对美股的走势会有什么影响? 其实因为年初的时候 美股不停破顶 其中一个动力就是大家 对减息预期就非常进取 如果现在开始慢慢修正 或者面对现实的话 我想股市 尤其是对息口比较敏感的 科技股 纳指那些 可能再破顶的动力就会弱了 但你见到近期的确 纳指就在高位上似乎有点整固 是的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 都在高位横行 或者这么说 急跌的机会就未必是很大 其实你看看最新的季业绩 其实市场预期 今年暂时最新的季业绩 企业盈利 还有高单位数的增长 这方面就会支撑着美股 加上公司继续做回购 但是你说要再上去破顶的话 难度就比之前增加了 息口的走势 好像你看过纳指 其实就见过 16500之后 很明显都比较大的阻力 短期来说 即使今晚的CPI数据 即使符合预期的话 这个都有机会变成一个阻力位 你说短线再考虑的话 可能等到16000边的话 再整固一下再考虑 就会比较稳定 和你谈谈NVIDIA 因为近日也有一些回落 又不是很大的回落 即是在高位上有一些回套 你们未来会觉得 它在这个水平上横行 还是你们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短期可能还有一些整固 因为你说这一只本身 其实是这一轮大升市的主力 每个升市都要有一只股王 今次就轮到它了 但是你看到近来 其实走势开始被纳指明显转弱了 技术上的话 其实纳指之前在3月21日做了新高 但同时间NVIDIA就做不到新高 你说最新现在开始有些整固的时候 纳指的RSI 如果看的话 还维持在50楼上 甚至还是有得升的 但是NVIDIA就穿上RSI的中线 下了去明显转弱了 你说看回估值的话 之前大家说的就是 仍然是30多倍预测市盈率 未到泡沫的阶段 但是你再想回头 其实这个也不是算低的估值 变相令到股价 其实就很依赖市场的气氛 和情绪的波动会加大 短期来说 走势开始转弱的 有机会 我看会不会下跌800元 哪里整固呢 如果真的想部署的话 等它站稳这些关口位 再去考虑会比较好 嗯 好啊 还有见到金价 真的持续创新高 譬如金的看法 你们行有没有一个方向 见到什么水平 今年年底会去到呢 实际水平我们就没有再去看 但你见到金价的确是强的 虽然趋势有机会是大涨小回的 即使见到那个减息预期开始修正了 反而金价仍是不停破顶 都证明了 即是有其他因素 支撑着金价走势 我想一方面就是地缘政治的因素 我想中东或者俄污那边 继续都是持续 另一点我想就有些国际关系 以及各个央行都就货币政策 可能的利率见顶 都加大了力度 你说除了传统大买家 中国啊 俄罗斯 印度之外 你见到近年还有些 好像日本啊 捷克啊 波兰这些地方央行都去加大黄金储备的话 都继续有机会支撑金价的 还有你看到金价现阶段的话 一路破顶上去很难去估顶 你说如果真的要做部署呢 你都是可能等它有机会 做了整固之后才去考虑的 好啊 好 我们看看上日港股的走势 恒生指数 昨天一度从上万七点流上 不过未能够站稳收市 恒指高开86点 头半个小时已经是一度从上万七点 最多就是升274点 收市就是升95点 收报16828点 国子升26点 收报5895点 科子就是升33点 收报3478点 升幅1% 全日成交829亿 比上日有所回落 北水是继续录得正流入 不过金额就是减到27亿3千万 中国有息矿业 折让配股有4亿3千万的北水正流入 小米有4亿北水正流入 中行就有2亿6千万 正流出最多就是回洪有1亿9千万 中海有1亿4千万 旺桥有9千万 跟Curtis聊聊的大事 昨天再次上市万七点失败 就未能够站稳收市 过去3天其实变动不算很大 不过强调区间 被年初的时候向上推了 看到市场观望着 比如美国今晚的通胀数据 以及明天内地 都会有CPI的公布 你觉得港股未来会在什么区间上落 短期来说 继续是1万6至1万7千元的区间 没有破坏 但的确你说在年头 自从1月份见过1万4千8个低位之后 走势明显就有改善 甚至你去看的话 都有过1浪高于1浪的形态 即使说未必冲到过破顶 即破翻3月中的高位 其实低位仍是高过2月底 3月初的低位 所以形态仍是向好的 但暂时未有方向 我认为市场都在等待不明朗因素 包括今晚的CPI数据 但中国内地方面 很多市场之前的忧虑似乎已经消散了 尤其是复苏的前景 出到第一季的三头马车数据 以及PMI製造业方面 反映50流上的扩张水平 之前我也和大家说过 如果您参考2015-2016年那次的股灾和旧市 那次A股建底 正正同时间的指标 就是製造业PMI 现在回到50流上 非官方的数据 甚至连续5个月都在扩张区间 甚至去到1年的高位 我想市场的整体方向不会差 请您沙控制颂讨论 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